为了关心证明的健康 集集卫生所就与台中总统合作 办理免费私癌筛检的活动 不但有许多证明到场筛检 卫生所主任刘春光也提醒民众 一定要定时接受筛检 关心自身的健康状况 我们有在做一些COVID-19的注射 还有一些抹片 还有一些口腔癌筛检 还有一些子宫颈的抹片 还有乳房摄影 那我们还有一座BC肝的一些追踪 那在根除计划中 我们对西芹肝也特别的强调 配合国家的政策 欢迎到卫生所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西芹肝炎我们要做一些 它的根除计划 现在普遍全国在推行 西芹肝炎的一些根除计划 效果非常的好 那当然我们知道 BC肝跟肝癌有绝大的关系 由于在十几年前 都是排名数一数二的一些 一些死亡的原因 主任也指出 除了B肝C肝以外 抹片对于妇女朋友们 也是非常重要的 呼吁妇女朋友们要多多注意 抹片来讲的话 其实大概我们建议 她在二十岁以上都可以来做 来出社会 或有男女朋友的时候的关系的话 她都可以来做 那三十岁以上的话会更好 对啊 你看你去外面又不方便 又要排队 然后大医院人又多 要花时间 然后周车之劳 然后乡下人少 服务又亲切 所以然后你看 跟大医院的设备也没什么差 对啊 然后那个隐秘性也够好啊 然后你看又为我们女性 早想要请女医师 去外面大医院不见得 你预约得到女医师 也不一定排得到女医师 因为旺秋叔指出 透过卫生所与台中董事长的合作 不但全程免费 更能够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 呼吁证明以后可以多多利用 最近我们都有卫生素毛 我们都有来举办到 我们的癌症的筛检 秋叔在府里 各位鄉亲和朋友 我们有四来的一个筛检 所以提醒大家 来共同来到卫生所 来配合共同来那些做筛检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一定要来哦 偏向资源不足 但是在卫生所用心下 透过与不同单位的合作 能够将资源带见偏向来 卫生所也呼吁民众 多多把握机会 共同关心自身的健康状况 记者邱平易 集集采访报导 留言 可以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